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在假消息充斥朝野立场对立的今天 你知道怎么做好思辨吗 所谓的思辨课其实有可能在课堂里面上得到的 有一个被益力组织专门训练大学生 前进高中职校园拨下思辨的种子 创办人还不到30岁呢 待会就来听听他怎么说 好 我们先来看大家最近都在讨论的话题 6000元你要怎么花呢 除了上网登记之外 其实也可以在银行跟邮局领线了 那4月10号呢 其实就是ATM领线的第一天 有不少民众凌晨零点就等在提款机前面 只要资料都准备齐全的话 很多人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就提领完毕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要透过ATM带领 那警线未满13岁的孩童 可以由父母或是监护人带领 但如果使用的是父母的提款卡 那你输入的身份证字号 也必须要是持卡人的 至于健保卡号就是要输入孩子的 然而不管利用哪一个管道 来领着6000元 最后的提令期限都是10月31号 插入提款卡输入密码 ATM萤幕里就有全民蒲发现金的专区 点显进去 接着输入健保卡号以及身份证字号 不到一分钟6000元的现金就能够领到手 开放ATM领线的第一天 有民众不选择登记入账 宁可到ATM操作 就是喜爱将钱拿到手的感觉 刚好下个月母亲节 我刚好想要到去做一些消费 可能到时候就可以使用 刚操作的话其实都还蛮顺的 那就大概一分钟以内就可以全部都做完 刚好想说家里要添购一些新的小家电 这样子就可以拿来用 从凌晨12点开放领线到上午9点为止 提令人数已经将近20万元 要留意的是未满13岁的小孩也可以由父母带领 特别注意如果是以父母提款卡领取 身份证字号就得输入持卡人的 健保卡号则是小孩的 要是用孩子的卡片则通通要输入小孩的资讯 这次全台共有两万六千六百八十八台ATM 可以领取涵盖15家金融机构 覆盖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三点二 由于大部分的超商都有这支ATM 超商也配合推出六千元放大数的优惠 以7-11来说 只要在店内的中国信托ATM操作 领取小白单就可以用六千元 买到限量的放大随取卡 价值有七千元的7-11购物金 全家只要用台信银行的ATM操作 同样推出六千元的全家普发卡 除了含有两张三千元面额的礼物卡之外 还含有最小面额为六百元的礼物卡 最高加码到六千元 赖尔负责比较有趣 只要是市民中含有路 千 元 任一个字或是音的话 享有大杯美式咖啡买二送二 或是大拿铁买二送一的优惠 OK超商则享有咖啡六者的优惠价 ATM领线上路超商也寄出优惠 要抢供六千元的商机 进行我容金何坤元 蔡博董 大家上六千块的话题 最近有很多的诈骗讯息 提醒大家要留意了 尤其是网络跟通讯软体 成了诈骗的温床 光是去年诈骗的损失金额 高达了四十五亿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与数位部 这警政署一起组成了打诈国家队 计划要结合电信业者 希望从源头可以截断整个诈骗的流程 至于NCC十号也到立法院 进行了专案报告 提醒大家当手机讯号突然是满格 降成了无信号 然后又快速恢复 很有可能就是被连上了 未造的基地台 我们打诈国家队越打越强 还是诈骗集团越打越强 不管是网络拍卖平台 通讯软体又或是普发六千 诈骗管道手法日新月异 打诈国家队出手 要阻断诈骗流程 就是说我们确保说 这个无电面零售的电商 它本身自安的能力要够强之外 我们在中间的发送送货等等的时候 尽量的不要把你实际的手机号码 透过这个电商又给第三方 又给其他的像物流业者等等 所以我们会导入一个叫做 引码技术的方式 根据WhoseCourse辨识 2022年台湾诈骗简讯高达4764万封 电话拦截量则是达46万通 也是疫情前的三倍多 至于诈骗手法前三名 包括假网络拍卖假投资 解除分歧付款 损失金额约45亿 NCC与数位部警政署成立跨部会 打诈国家队 包含试诈 也就是宣传教育 赌诈电信网络断源 诅诈账款流向 惩诈侦查打击等四个面向 而诈骗最大宗 就是透过简讯或网站连结 想要根本解决 还得电信业者一起配合 他如果大量的发 在中华电信有没有办法去看 发大量的 做一个简单的筛选 当然我们这个已经跟那个电信业者 再三在言上说 这要怎么去堵詐 就是源头管理的问题 民众想要自爆 NCC提醒 如果手机讯号 忽然从满格降到无信号 又快速恢复 或突然变成2G 很可能就是连上 假基地台 切记避免点选任何简讯连结 就能降低 受骗几率 继续的朋友 马恩凯采访报道 好 同学们使用手机很频繁 但是你们收过 钓鱼网站的连结吗 千万要小心 不要中了诈骗集团的陷阱了 子安专家就提醒大家 可以在手机加装VPN 那因为VPN的功能 就跟防火墙一样 其实可以让手机里面的个资 再多一层保护 简讯一来又有好康可以拿吗 点开里面连结 居然要先填个人资料 收到这种简讯时 千万别上当 就是看准民众 贪小便宜心理 诈骗简讯一封接一封 但诈骗集团怎么知道电话 原来一切都是各自外流搞的鬼 就连护证系统都曾遭害 一般民众要如何防范 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政府的网站 他后面可能是这个点ORG点TW的部分 那如果他是一个购物网站 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一个我们常见的 这种电商平台 专家建议可以在手机 或是电脑加装VPN 等于是帮手机加一层密码 多方面保护 但什么是VPN 手机里面存取许多个人资料 账号以及浏览记录等等 当连结公开Wi-Fi时 就容易遭骇客盯上 趁机窃取个人资料 如果有VPN保护 就能上锁自己的IP位置 换句话说 VPN就是手机版的防火墙 你用透过Wi-Fi上网 就像是你在大众监狱一样 但是这也代表了说 比如说骇客 或一些有心人士 他们也可以随时上下车 去偷你的资料 除了加装VPN 源头保护也很重要 民众也可以下载防炸APP 另外陌生连结 千万别点开 账号资料 记得一定要用碎纸机销毁 网路世界各自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外泄 还有可能被诈骗集团利用 专家提醒 在享受便利的同时 也得更加小心 近期闻 魏林燕 张洁然采访报导 同样是跟网络安全有关 艺人李玉芬 最近出了单曲 再见公主 不过这个MV 短短20天内 竟然迅速观看就破译 已经超越了 像是蔡依林跟周杰伦 这些大咖明星 不过台湾的资安专家 就指出 说经过检验 结果发现李玉芬粉丝专页的贴文留言当中 九成其实都是假账号 这简直可以作为脸书假账号的教科书 不过到底假账号要怎么样辨识啊 虽然专家说 其实不会很难啦 像是假账号 很多是采用英文名字 好友数也很少 这些都可以作为是辨别的特征 看成华语乐坛 点阅率奇迹的再见公主 李玉芬去年十二月推出 短短二十天观看数迅速破译 横水大咖明星 蔡依林和五月天 四个月累积点阅 逼近一点六意思大关 竟然数字也引发网友质疑 如果要看假账号的话 可能要透过留言的部分 可以去做一个反查动作 看这个留言本身 是不是一个成立的时间多久 然后是不是有跟其他的这个民众 或朋友做互动 由软体魔术师支撑的陈寅豪 分析李玉芬的粉丝专业 发现他粉专的贴文留言中 近高达百分之九十一是假账流的 知乎李玉芬的粉专 可以拿来当研究脸书 假账号的教科书 陈寅豪分析李玉芬三月八号 脸书贴文 截至四月五号有十万赞 六百零七个账号留言 其中五百五十五个是假账号 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一 这些假账号都有共通点 就是最新贴文日期 都是在去年十月底和十一月中 可以认证是生产来自两批日期 这几个看起来 我就像柬埔账会越难了 账号留言真真假假 其他资案专家分享 可以从账号看出端倪 假账号特征多为英文名字 而且几乎都有中间名 大多为女生好友人数少 通常都在十五人以内 就有可能是假账号 不过不止脸书和YouTube 可以买粉 连音乐榜单也能买榜 2018年中国歌手吴亦凡 就被爆出买粉丝刷榜 根据iTunes购买排行榜 可以看到吴亦凡新专辑歌曲 包办榜单前三名 赢过Ariana和Lady Gaga 事后iTunes也祭出重罚 将吴亦凡新歌从榜单移除 在这个点月绿粉丝当道的世代 也连带衍生出买榜乱象 本周国内外还有哪些重要大事 继续锁定时事不落 朝野迎战2024总统大选 本周最新动态 民建党终植会 十二号正式提名赖清德 就在同一天 被视为蓝营最强母鸡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 也罕见松口表态 随时准备好面对挑战 还强调随时都可以上场 而曾经表态希望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的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超过35架4的中国军机 频频在台海周边活动 伙方表示 中国不理性的军事挑衅行径 严重冲击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 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接受外媒访问时也提到 中国似乎幻想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倾取台湾 因此台湾需要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 法国总统马克宏近日访问中国形成落幕 虽然拉近了中霸的距离 却引来欧美盟友集体炮轰 因为马克宏结束了跟习近平会面之后 就喊话欧洲国家不该为了追随美国 而将自己卷入台海问题 10号好几个欧洲学者跟痛批马克宏 在台海议题立场上过于冷漠 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欧 也下了重话 说美国有必要因此重新审视 跟法国的关系 你有想过除以后的老飞机 都是怎么处立的吗 美国电视台ZNBC最近就到了 亚利桑那州的沙漠 去直击老旧飞机的拆解 还有零件回收的现场 业者说了如果是很热门的机种 可以拆解再利用的零件 一台大概有两千多个 那业者有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希望未来飞机上所有零件 可以百分之一百回收再利用 达到真正的环保有需 引擎感测器到氧气面罩 飞机上能用的几乎都不放过 全球走出疫情阴霾 国际旅游需求回温下 也让飞机零件回收 成为一大社会产业 美国电视台CNBC 前进亚利桑那州沙漠 直击美国飞机零件回收现场 业者表示如果是热门机种 拆解出来的零件 能上看两千多个 以目前商务航空主流的 载体客机为例 2021年数据显示 全球每架载体客机 平均能飞22年 但在旅游需求回温 加上供应商新机交货延迟下 许多航空公司 被迫得延缓飞机退休 导致去年载体客机 平均厨艺年龄上升到24.5年 业者得花更多心思在保养 而旧零件回收再利用 恰恰好能解决当前业者痛点 业者表示许多航空公司 为了省成本 会在零件坏掉时 以租赁代替采购 而零件的回收率提高 不只能在全球旅游回温过渡期 和航空公司鱼帮水水帮鱼 也能避免资源浪费 帮航空业离永续发展 更向前一步 金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在上课的时候使用手机吗 有学校被学生控诉说上课的时候被省府组长搜查了抽屉 那他说是要看学生有没有在使用手机 这个高中生就向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投诉 质疑校方是违法在搜查学生的书包跟抽屉 不过校方就说了 其实省府组长并没有搜查抽屉 只是移动了学生的外套 不过也坦言说 并没有全程录影 确实有书师会在检讨改进 几乎人手一击的时代 学生进入校园到底能否用手机尺度在哪里 每个学校做法不同 不过南部这间中学有学生反应 在上课时被省府组长搜查抽屉 老师还在上课的时候 省府组长竟然直接走进班级里面去翻他的抽屉 只为了看说这个学生是不是在用手机 但其实这位学生的手机早就已经交到手机柜 根本不可能再用手机 检查抽屉的时候并未依规定要全程录影等作为 与相关规定有为 学校将立即改善辅导管教措施 依照学校的手机使用规定 到校后手机会依编后放在手机柜里 除非紧急状况放学才能拿 而且必须填写申请表 上头载明如有必要上课前 会集中学生的手机代管于下课发环 课堂期间不得使用放学才能用 他其实也没有做任何的搜查 也没有搜书包或是搜抽屉 那因为外套挡住视线 那其实他可能更周全一点 应该是要请学生自行移动外套 他自行挪了一下这个外套 明明就有做搜查的动作 直接有把手伸进同学的抽屉里面 那甚至是学生会自己也有做了一份问卷的调查 超过70位的同学 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同学 他本身就经历过这样的搜查 签名协指出反应遭搜查的学生 并非个案 质疑校方做法有问题 因为依照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 学校搜查个人物品或安全检查 必须有合理怀疑并全程录影 教育局强调学生的身心及人格权不容侵犯 会请校方进进管教方式 对于手机使用 也将在邀请教师家长及学生在做商讨 金新闻传令谢嘉玲采访报道 同学生活当中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 今天的陪你想办法 帮一个国中同学解决他遇到的问题了 下学期第一次的评量考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是对于一些刚从国小跨到国中阶段同学们来说 难免会遇到被排挤的问题 我们就要请经常帮同学们解决心理问题的 松山高中辅导老师黄柏晶 教教大家怎么应对比较好 我目前国一被班上的同学排挤 原因是因为班上开学时本来就有一个小团体 然后我一个朋友最近被退出了 所以我现在都跟那个朋友玩 然后小团体的头目就开始拉同学来排挤我们两个 甚至一群人一起说坏话 以前我是很喜欢上学的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们才国义而已 关于班级当中被排挤被霸凌这件事 因为老师本身也遇过 所以我想跟你分享就是 我觉得人生一生当中也很常的去回忆 我过去学生阶段被霸凌被欺负的 或是被排挤的这段日子 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曾经遇过 然后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也跟你一样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到我比较好的朋友都是别的班级 所以我每天中午都去别的班上吃午餐之类的 也这样就过了三年 就是类似很难跟自己的同班同学相处 然后后来直到我转组 然后换了班级之后整个状况才有改善 好当然我也想让你知道就是并不是所有人或是每个班级的同学都是那么的 可能就是排外或什么之类的 我只想让你知道说 这些东西并不会一直永久存在你后续的生活 尤其现在你才国一 就像你说我才国一我就遇到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在后续人生当中 我觉得这件事一定会改善 然后再来在现阶段你能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 我比较好奇你的兴趣或你的专场领域是什么 我很希望你能够多去参加一些 你的专场领域的可能是社团 然后可能是同样领域 同样玩同样游戏的人 或是玩同样运动的人 或是学同样才艺 或是同样打同样球的人 去发掘你那样的 所谓的朋友群体 可以让你比较 不会是自己一个人 然后再来也是鼓励你 假如你没有这样的所谓的才能 嗜好或是专场 我们也可以开始去学 你真的有兴趣的部分 假如你找到你的同好 我觉得自然而然 你就会有一个你自己的群体 不论那个群体是所谓的 是不是主流的 但是我觉得至少你都会不孤单 然后我也想跟你讲说 你一定会在未来 找到适合你的好朋友 你知道目前在大学校园里面的 学生心理辅导需求 跟校内设置的心腐师比率 是几比几吗 答案很惊人 是一千二比一 那就因为如此呢 拥有大众心理辅导经验 超过五十年的张老师基金会 联手了企业的基金会 推动把心理卫生巴士 开进校园的计划 一方面是想要借这个机会 让同学们多多认识张老师 也让同学们有机会 就近体验 感受专业陪伴聆听的效果 从而对寻求专业心理资商服务 不再陌生 三月底的一个星期四 中原大学活动中心旁的广场上 设立了几个鲜黄色的帐篷 有部亮眼的黄色校巴 也停在了一旁 仔细看看 里面好像还有同学 正在跟专家啃谈 他是一个很亲切的 然后是会去聆听的 也会去回答你的问题之类的 聊完哭着走出来 他觉得自己的心情抒发到 可能就是他真的有被触动到 然后觉得真的把自己的压力释放了 为了避免初次见面 就要进棚或上车谈心事的尴尬 同学们早就已经根据自己的心理状态 选择适合的扭蛋机 扭出了四个漫画 之后还会在活动设计人员的鼓励下 写出让自己最近心情不好的根源是什么 最后还是可以自行决定 究竟要不要找一五张老师聊聊天 他在扭完扭蛋的时候 他会拿到一个可能是爱情类别的小漫画 那他进到那个义务章老师这一关的时候 他就会拿着那个小漫画 所以当时义务章老师就会知道 他可能对爱情类比较有烦恼 就是他不用一开始进去就 把他自己的烦恼好像要跟一个陌生人讲 第二关是叫我们丢掉坏心情 就是在前面我们会邀请他就是 在便条纸上写下他自己最近的坏心情或烦恼 或是任何他就是想要丢掉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他就可以自己揉一揉 丢进我们的心情垃圾桶 帮助张老师年轻化 然后去触及到我们大学生 然后第二可能就是 也可以解决身边朋友一些烦恼 透过这个活动或这个竞赛去帮他们想一个计划 可以了解更多这样子 已经在张老师基金会服务多年的义务张老师 也认为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发现我们真的进了学校之后 有些对于比如说1980的这种服务 或者是这种资源很困惑不确定 然后又有点好奇想用不敢用的人 可以有直接的机会 从行销企划策略到行动落实 校八策划原始共享人杨同学自己也收获很多 我自己也有就是真的去走过一次 体验这整个活动 然后我自己当下就是与义务张老师聊聊后 其实也蛮感动 就是有人愿意听我讲 然后也给予我很棒的回馈 从陌生到放胆体验 同学们都对于这个走入校园的心理资商体验 抱持正面态度 蛮支持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所以我觉得有这种活动 或是有走进来的校园也蛮好的 张老师校八未来还会到体育大学 原制大学 名传大学等学校设摊 希望同学们将来遇到难题时 除了靠彼此相互取暖 也可以就近找专业心理专家聊聊天 不要在心中累积过多的负能量垃圾 好吃的美食甜不辣 这名字是源自哪国的外来语呢 答案是B 日本 你答对了吗 好吃的甜不辣 这名字其实是源自日本的食物天妇罗 以日文来讲就是天妇罗 听起来是不是超像甜不辣的呢 而以食物作比较 传统的日本天妇罗是由海鲜 蔬菜等果粉油炸而成的料理 而台湾的甜不辣则是由鱼浆炸成的小吃 还发展出加入关东煮汤里的吃法 有机会吃过天妇罗和甜不辣的大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谁比较好吃呢 在资讯爆炸的今天 大家都知道思辨力很重要 不过思辨到底是什么 又要怎么拥有思辨的能力呢 有一群不到三十岁的青年 五年前设立一个非盈利组织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培养高中生的思辨能力 那他们很特别的是培养大学生 进入校园去指导高中生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广告之后一起来听听 这个叫做Leave for Taiwan的NGO 共同执行长林又良 怎么说 我们常说台湾的学生要更有自己的想法 还有多元的思考能力 那近年来有越来越多提升 这一类能力的组织团体出现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非盈利组织 Live for Taiwan的创办人林又良来到现场 欢迎又良 Hello 大家好 我是又良 好 又良要先请教你一下 其实这个Leave for Taiwan LFT 对 还有一个创办人校宴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创立Leave for Taiwan 这个缘起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开始是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很不喜欢上课 不喜欢上学 因为我们觉得在学校 在课堂里面真的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少 对 所以 其实我们真的想要教学生的就是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 对啊 那其实最一开始我们是 比较单次单次活动性质 可能营队啊 这样做 那因为其实刚好我们也有认识 之前在很幸运在国外念书 然后有一些不同国家的 可能像剑桥阿哈佛这些学校的朋友 那我们就把他们 会把他们邀请来台湾 然后跟台湾的学生去分享 这些刚刚提到的这种解决问题 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到说 这种单次性质的影响力 其实不够深远 对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高中子里面 然后让台湾的学生就直接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 就到现在这样了 但是你当时怎么会有想到 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说解决问题 其实你真的遇到了什么问题 然后你发现你无法解决吗 更像是我们在台湾的社会现况 观察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很不愿意去沟通去讨论 然后那这对于我们很多时候在推动 不管是很多的社会议题也好 或者是政策也好 其实都很缺乏这种看待问题 宏观的这种视野角度 对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 藉由训练大家的解决问题 独立思考的能力 来促进社会的进步 好 这里要请教一下佑朗 就是关于 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思辨能力 这件事情嘛 对不对 但是 教让人家思辨这个听起来 有一点点抽象 对 所以你们的讲师是会训练吗 要怎么样用更快速的方法 让学生去了解什么叫做思辨能力 对 就我们的讲师培训计划是 大概为期是半年这样子 然后每周都会帮他们上课 然后这些课程最开始 可能会先从逻辑分析能力开始 然后可能会讲资讯分析 然后怎么样去建立你的论点这样子 然后后期会比较是 着重在教课的技巧 包括怎么跟学生相处 然后公众演说的能力 简报制作的能力等等的 这样一系列的课程 那其实这一系列的课程 上完之后 这些讲师他们就会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课程 就在培训的过程中 他们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 课程的设计这样子 你们会在培训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去完成他们自己课程的设计 对对对 然后架构就会包括一些 跟针对议题的逻辑 它的背景脉络是什么 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然后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各国的情况等等的 那它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让学生在高中学习的时候 它可以很快速的了解这个议题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培养 他们思辨的能力 但其实我们讲到台湾类似的组织 现在有越来越多了 所以你们跟其他组织的差异是在哪里 我们最大的差异就是 以前训练这种思辨能力的 或是这种领导能力 各种软实力的组织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 以课外活动的形式 就是营队或是什么 而且会比较聚焦在 比较有资源的这些学生身上 但我们认为这样子的能力 应该是所有学生都需要有的 所以我们最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是在各个高中址里面 直接的开设正式的 在课堂间的这种课程 这样子 所以也是以学期来看 比方说我们这些学期就是会有 一个礼拜里面会有一个时段 是要上这个课这样子的概念 对 没有错 那以目前学校来讲的话 大概有多少学校 就是你们规模做到多大 我们过去两年都合作过的学校 大概有30间高中址左右 然后包括了双北 然后桃园 宜兰 台南跟高雄 都有我们合作的学校 对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在 全台湾在最多所高中 只开设正式课程的单位 那这堂课程 你们的取名字是叫什么 我们的话 我们有两套不一样的课程 让学校选 第一套叫做未来议题与社会发展 那第二套叫做批判性思考能力 这样子 那你们通常会 是希望说 学生们可以更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上课的方式 你们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上课 OK 这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因为我们上课的方式 我们都是让大学生变成讲师 去到高中上课 所以因为一来他们的年纪 跟高中生就近很多 对 所以其实我们是用很互动式的教法 在上课 举个例来讲是怎么样的 像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课堂讨论 然后让学生去分析可能某个议题好了 然后发表他的看法 然后不同的学生间他们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观点 然后我们会让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 那怎么样的共识会是对于这个议题来讲会是最好的 那通常会是什么样的议题是你们比较常关注的 因为我们关注的议题的话 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领域 那像是科技类 可能像最近很红的AI 我们就会探讨AI的这种不同的面向 面向对对对 或者是可能文化相关 或者是可能是跟贫穷相关 跟永续相关 其实各种议题我们都很喜欢讨论 不过在这个师资的培育上面来讲 就是说你们说是请大学生来跟高中生进行交流 那这个师资要怎么培育你们要怎么挑选 就我们每半年会有一个讲师培训计划 对 然后现在已经办到第六届了 那我们会在筛选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这些学生是有可能一定程度的逻辑能力 然后他讲话表达的方式 然后他愿不愿意请听 然后愿不愿意去引导讨论 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设计这些课程 然后交给他们 还是你们有请外面其他的老师来帮我们上课 是我们跟 其实我们会跟 之前是跟政大师大 剑桥纽约的一些教授一起合作 设计这套课程 那是我们自己来教这些 我们自己来培训这些大学生 所以是等于是这些人 这些老师们 他们先跟你们 就是又一起 等于开过会上过课这样子 那你要怎么去请这些老师来教你 靠人脉 对 就因为其实像我是念台大嘛 对 校验他是念留意大学 然后又因为我们之前都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有各个就是世界很顶尖的学校的一些人脉啊 或者是同学可以帮忙牵线这样 OK 所以你们自己有研发出你们自己的一套课程 然后去教给下面的其他大学生 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硬把国外的东西塞进来 我们希望是 它可以是符合台湾学生需求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全部综合起来之后 然后才确定下来 我们在台湾应该这样教会最适合 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们进行的这件事情好像也时间蛮长了 好几年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让你觉得真的特别的事情 就是说你们因为做了这件事情 你有感受到这些学生有一些改变 嗯 其实有 那像我们现在有一位很棒的伙伴 他其实就是在高三的时候 他在学校里面参加了Lead for Taiwan的课程 然后那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生的启发 然后因为他其实本来是念北一女中 对 对 然后他的可能人生很多 大部分是被考试追着跑 但他后来才发现到说 其实社会上真的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 然后一直到他后来上了大学 然后他来报名了讲师培训计划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影响更多人 对 所以像这就真的很感动 而且他报名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 但是在学校方面 因为学校他们你说跟学校合作嘛 然后学校会一次又一次 他们可能会愿意继续跟你们合作 所以是学校方面也有感受到 或是家长方面也有一些回馈 告诉你们说他们其实觉得这个课 是还不错的吗 对啊 对啊 因为 我们每次课程结束之后都会有个调查 然后我们的学生有大概99点多%都觉得 其实他们觉得台湾的学校应该有更多 像这样子的课程 类似像这样子的课程 对 所以其实学生都很喜欢 然后也学到很多 那既然学生这么喜欢 然后他们就会跟学校 就会跟家长说 但是这过程当中你们有觉得说 现在的高中生是最缺乏什么样的努力吗 我觉得因为 其实台湾大部分的高中生 其实生活就真的很多是被考试啊 科业填满 对 所以他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去 了解社会上在发生的很多事情 对 所以 其实透过我们的课程 其实第一可以让他们了解到 我们社会上其实有真的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正在发生 或是未来即将要发生 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些议题来去训练他们的 不管是表达 沟通 或者是这种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讲师的背景很多元 但我觉得这也正好体现了这些不同议题的多元性 对 有些人可能是念管理的 有些人可能是念政治 有些人念外交 甚至有些人念画工等等的 对 所以他们就是喜欢 然后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才愿意参与这样子的计划 对 但是说到这个 因为他们自己可能本身也有自己本来的工作吗 还是说他们就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 有些人是兼职 有些人还是学生 那有些人是也有全职在做这件事情 那讲到这个我就很好奇了 就是如果说要请他们来 然后付出时间付出心力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也必须要有经费 对不对 对 那经费的来源是哪边 我们的话 如果是这些讲师的话 学校会付我们讲师费 就是代课的费用 对 然后我们会再把这讲师费 去给去教课的老师们这样子 对 那如果是以组织本身的话 可能就会靠一些捐款 然后企业的赞助这些来 但是这个部分会成为你们很大的阻碍吗 会啊 因为其实非营利组织 很多都会有经费上面的困境 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尤其像我们不只双北北部地区 包括台南高雄也都有我们的课 然后我们的讲师在那边 所以其实这种开销还蛮大的 然后但因为教育这件事情 它的成果要显现出来 需要花可能至少 满长的一段时间 对啊五年十年才会看到 它对于社会其实真的帮助很大 对啊 但这种及时性的经费 有的时候就还是会不太够 像是可能我们在跟学校接洽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对因为像有些 其实虽然这是教育部很重视 很努力在推的事情 对 但有些学校他们还是会 毕竟在这种考试制度下面 他们还是会以考试为主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 哦 这重要 但是考试更重要 更重要 对 就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点浪费时间 之类的这样子 对啊 所以就会 其实我们一开始会觉得 我们是要来提供协助的 没有道理不让我们帮忙 就后来发现其实很多学校 有一些学校它会抗拒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因为考试 就是这个观念比较难扭转过来 这样子 对啊 但有没有实际可以举例说 在这些这几年过程当中 然后你有特别发现到说 有些事情是可以支撑你继续做下去 有啊 其实 因为做非应力组之前蛮常会有 就是状态会起起伏伏这样 然后 其实最最常给我很大的支撑就是 看到这些学生的反馈 然后 就每看一次都会有这种充电的感觉 就是这些学生他们就会说 他们很感谢我们 因为他们过去从来都不知道 教育可以是这样的模式 形式 对对对 然后带给他们的这种 启发也好 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好 或者是 让他们以后愿意 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也好 其实这都是很 很 让我很感动的事 但有没有比方说 学生是可能他本来是 比较不愿意去接触这些事情 但因为这个是这个 他参与了这个课程之后 他变得更 可能更开放或是更多元 有啊 有啊 其实还蛮多的 因为 其实有一些 过去的几位学生 他们最开始是很 很内向很害羞的 然后 但是可能经过一个学期 他转变会很很巨大 就是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会很鼓励大家去说出你的想法 然后会用引导式的方式 可能让你去建立你自己的观点 什么的 对所以 我觉得 能看到的学生的改变是很 很巨大的 了解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说 你后来克服了这些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你看到这个成就感嘛 对不对 你觉得同学们他们 就是有一些很好的回馈 所以才让你愿意继续做下去 不过我们要回头来讲说 你一开始前面 就是当初要创立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高中阶段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 所以才会让你说到 后来你想要推动这件事 对 就 其实像最开始说的就是 我高中很不喜欢上课 对 对 所以 其实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在探索自己 然后 也包括后来是高一到高二之间 有休学一年 去法国交换 对 然后 我觉得去法国交换这一年 真的带有 给我很大的转变 你是因为这段时间 这一年不在台湾这段时间 然后你才 开始让你想要做这件事 我觉得更像是 过去累积了很久 这种想要对 改变教育的热情 但是是到了这一年 才发现到说 其实我可以做到的 比我想像的还要多很多 那你是看到了什么 让你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其实 在法国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 法国有很盛行的这种 罢工文化 对 那 那罢工文化本身好不好 我就不评论 但是其实我真的看到的是 他们很愿意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去争取 然后 因为其实这些改变 你想要的改变 别人不会帮你安排好 真的很多是要靠着自己去 努力得到的 对啊 所以其实在那时候 像这样子的文化 其实很根深蒂固在很多 法国人的心里面 心里面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 受到很大的影响 就是真的想要得到什么 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那就应该由我来去创造那样的世界 而不是等着让别人帮我安排 不过刚刚有讲到说 你现在念的算是 就是自己那时候念工商管理嘛 对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念教育呢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是要从高中的时候讲 对就是高中的时候 我虽然想改变教育 但我那时候觉得好像当老师的影响力 也就是可能那个班 或是顶多那间学校好了 但好像跟我要做的事情还离很远 对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不然我先读一个 另一个我很有兴趣的东西 就是管理 对 然后可能再过个几年再回头来看 可以怎么办这样子 那所以你在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你后来念的这个管理 这样是有关系的吗 对你来说是有帮忙的吗 其实比我一开始想像的还有有关系很多 对那因为其实做非应力组织 其实也是一种创业 对所以创业的话再加上我们人力又很吃紧 所以我可能我本来就要会行销 我本来就要会会计 我本来要会人事管理组织管理这些事情 我都需要需要会 然后都需要去很实际的应用到 那我要问一下说 其实目前这样的推动到现在 未来会希望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全台湾的学生 都可以有思辨教育的资源 对不一定要由我们来做 但是也可以是各个学校自己做 也可以是教育部来做 那我们希望真的学生可以在学校里面 不只是学怎么背单字 怎么背国文注视 而是学怎么样去思考 然后怎么样去沟通互相理解 所以目前这件事情 还是会持续走下去就对了 对 还没有想要放弃就对了 还没有 好 其实这件事情 就又良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就是说 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念书重要 有时候很多还是处理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好啦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又良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培姿 谢谢 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 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 或者是特别想知道的资讯 非常欢迎大家 透过IG或粉针搜索静少年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一下 听Starry信箱跟我们联系 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朱培姿 拜拜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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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清楚 应对 faithful 交软实力的课程都是在台北 以前我在宜兰也没有听过这些音队 国内外夯话题不漏街 升学工业时程总整理 意见领袖日常大揭秘 国际名人教养成功学 这些都在上年新闻周记 我是朱培兹 每周六日下午五点 记得要准订